南投縣有許多改裝車輛 尤其139線道更是有改裝車輛、飆車的情形 為了降低改裝車輛造成噪音污染 縣府環保局也協同警方 不定期待重點地區加上取締 一旦發現違規將當場開罰 那針對噪音的檢測 我們大概有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就是路邊的藍茶 那針對有改裝的車輛 我們就會停下來去測排氣管 甚至是它的這個噪音的問題 甚至它的空氣污染 我們都會一併做檢測 那另外我們也會在南投市區 架設這個移動式的聲音照相設備 那就像超速照相一樣 只要聲音超標 我們就會照速去取締 那我們會評估適合的點 來進行這個聲音照相設備的架設 那也是要提醒這個用路人 不要這個用車人 不要任意的改裝自己的摩托車 那在相關的行駛道路 不要超速行駛 因為改裝排氣管 還有超速行駛 都容易造成超標的問題 那希望大家一起來 收穫我們這個街道的安寧 縣議員林如揚 感謝縣府環保局 及警察局的用心 為了維護縣民的安寧 將開始不定期不定點 進行機查作業 也呼籲車主 務必要注意自身車輛的改裝行程 那為了保護民眾的 居家的生活上面的安寧 那也謝謝環保局跟警察局 這次開始做這個聯合的機查 那除了路邊攔車 然後來檢測機車的噪音值 和排氣量之外 那也會在個別的路段 設置固定式 以及移動式的噪音的照相機 所以請所有的民眾們一定 務必要注意自己的車輛改裝的狀況 不要去影響到我們 所有南投市居民的居住上面的安寧 也請所有的民眾 如果有了解說 在哪邊有出現比較密集的噪音 也請跟南投縣環保局隨時的來反映 縣議員在萬次指出 南投縣有許多改裝車輛 夜晚時更是嚴重影響 住戶安寧 感謝縣府環保局及警察同仁的用心 也呼籲歧視在經過入口時放慢速度 降低音量 還給住戶安靜的生活品質 那因為其實我們現在改裝的機車是非常的多 那有時候呢 其實不管是早上還是晚上 其實它的噪音以及它的速度 也是影響到我們的住戶 那這安全性也其實是非常需要改善的 那也感謝我們環保局 跟我們的警察同仁 在大太陽底下 然後來做這個機查 那也希望說 我們要在這邊呼籲說我們的騎士們 其實在不管再過哪個路段 其實都是要放慢速度 然後減少音量 這樣子可以給居民一個比較完好的環境 縣府環保局也表示 今年開始已經改裝排氣管的車組 要記得到環境部 替換用排氣管噪音檢驗質詢系統 進行改裝排氣管 掛號登錄作業 免費申請認證檢測 如順利完成噪音檢測 認證合格車輛 相關資料將傳輸至交通部公路監禮機關 車主後續即可前往監禮機關 辦理變更登記 近視熊駿南投採訪報導